總統蔡英文訪問友邦深入西亞 在國會發表演說 強調過去多年 兩國發展兼實夥伴關係 進行不少合作計畫 包括全國道路建設 台灣承諾提供財務貸款 雙方基於互惠互信合作 蔡總統演說中還細數兩國友誼 感謝聖路西亞日前在聯合國大會 及世界衛生大會為台灣挺身而出 台灣和上沙鲺是小國家 我們互相遇到挑戰 對 global biografia access to resources and climate change yet both have walked the long road to democratization we respect the value of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our shared journey gives us a duty to work together 去達成屬性的自由和平革 蔡總統訪問聖露西亞接近尾聲 出席答謝宴 與路國總理查士納相互敬酒 未來將持續與聖露西亞永續合作 穩固邦誼